两名男子坐在沙发上 其中一人突然拿起酒杯往地上丢 还一连丢了三个杯子 服务人员走过来询问 男子疑似开骂 引来店内其他股东上前理论 眼看这口角纠纷就要变成打架冲突 不少人冲上前要把双方拉开来 其中一名黑衣男子 不只身体挡在股东和两名客人中间 还用手保护着股东头部 但喝醉的客人还是朝对方的头部出拳了 一名女子要去劝架 反而被男客人一把推开 两名男客人疑似喝多了 这赤手最全力道软弱 自己还踉呛差点跌倒 但态度却十分嚣张 这期打架纠纷地点 在苗栗头分一家TVPUB内 10月5号凌晨一点多 黑上衣男子绰号达哥 跟另外一名绰号银河老鼠的两人 到店家消费 疑似不满店内的服务 因而摔杯 PO网的民众贴文 说这摔杯的达哥 是头分当地地痞流氓 经了解他是侦察队 副队长的亲哥哥 但这是他的个人行为 与副队长无关 而这个没人报警的打架事件 却被人PO网爆料 涉嫌摔杯打架的客人 是已经过世的前议长体系红人 被曝横行霸道 经过地方人士的施压 家属敢怒不敢言 道士警方也已经明确表态 违法部分将依规调查理清 TVBS新闻谢古金陈 书贤罗若妮 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